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,一个每天需要更换床扮的人是性开放的还是性压抑的? 要回答这个问题,可能需要先给性定个性。 什么是性? 佛罗伊德说,人的行为都是性趋力导致的, 不过估计他也没有搞清楚这里应该如何精确地定义性, 所以才用了一个不大好理解的词汇,利比多。 我记得曾奇峰说,你可以把利比多看作是生命力, 那这里就可以引入另外一个问题,哪种人的生命力最饱满呢? 我觉得应该是刚出生的婴儿,因为婴儿从不压抑自己, 所有的情绪和需求都是直接表达的, 那么他们的需求应该分为两个部分, 一部分是吃喝拉撒这种生理上的快乐, 这里或许代表着生理上的兴趣力。 另外一部分应该是情感上的,也就是养育者的爱, 例如拥抱他们,抚摸他们,看见他们的需求和他们共情, 这或许代表着情感上的兴趣力。 那我们现在回到最开始的问题, 一个每天需要更换床扮的人, 你觉得他是性开放还是性压抑的? 我觉得很可能是性压抑的, 只不过他们是情感上的性压抑, 也正是因为这种过度的性压抑, 才让他们用生理上的性开放来补偿。 这让我想到了现代性教育的一个观念就是, 人最大的性器官是大脑,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, 生理上的性压抑容易解决一些, 但情感上的性压抑反而要困难的多。 最后再延伸一下, 如果一个人每天晚上都需要一堆人陪他去玩, 那他是一个生活丰富多彩的人呢? 还是一个孤独空虚的人呢? 以上是我看一个阿部主将闷心问诊, 这部美剧的一点感悟和自由联想。